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乖 而且身姿刚刚也看到非常的矫健 在幼年时期 搜查犬会经历一系列训练 如社会化训练 嗅觉训练和体能训练等 搜查犬满一岁时并会接受为期十周的正式训练 学习嗅查五类违禁物品 包括毒品 爆炸物 大量钞票 枪械和烟槽等 海关搜查犬包括拉巴拉多巡回犬和史兵格跳犬 拉巴拉多巡回犬嗅觉敏锐 而且性格友善 服从性高 适合执行嗅查旅客及货物的工作 史兵格跳犬也同样拥有灵敏的嗅觉及高度服从性 而且灵活好动 适合于狭窄空间执行嗅查工作 你好啊 你好啊 可以看到每一只搜查犬他们都非常喜欢跟人互动 然后你一过来呢 他就会疯狂地摇尾巴 表示他非常的开心 香港海关自1975年起引入搜查犬 嗅查旅客及货物 以打击独贫走私活动 发展至今 海关已建立超过100人的专业搜查犬队伍 并设立专职组负责行动 行动组的林犬搜查小队分别派驻机场 各路路边境管制站及货柜码头执行搜查工作 文字幕 文字幕 李宗lan